记者黄建豪台北报道,每年期隐约5万名国内外好手参加的2017台北马拉松将于12月17日周日,在台北市政府前广场举办,也应在早上6时半就开跑,台北捷运当天将破例提早于清晨5时20分就发车。 台北捷运公司表示,为方便民众参加2017台北马拉松,12月17日当天台北捷运系统将提前于清晨5时20分于各端点站发出手班车,文湖线班聚约6至7分钟,半南线班聚约8至10分钟,其余路线班聚约10至15分钟。 小碧坛之线及新北投之线,则维持早上6时营运,未提早发车,早上6时过后捷运全系统恢复正常。 此外,12月17日上午6时30分至9时30分,捷运全线车站月台电视将定时转播马拉松赛事,旅客后车时可以一起为选手们加油。